肾病患者的饮食以清淡为主 既要注意减轻肾脏的负担 还要保证身体的营养 因此可以吃富含优质动物蛋白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以适量吃富含优质动物蛋白的食物 优质动物蛋白能够被人体较好的吸收与利用 能够补充营养 因此患者可以适当吃猪肉 牛肉羊肉 鸡肉 鱼肉 鸡蛋牛奶等食物 其中鸡肉和鱼肉等白肉更为推荐 这里的适当 是指每次饮食的荤素比例搭配 不能过多地摄取蛋白质 而少吃蔬菜和水果等一些素食食物 最好荤素搭配比例在1比4以下 蛋白质含量不可太高 而摄取足量的 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主要包括水果和蔬菜 水果有柠檬 桃 梨 苹果 草莓 猕猴桃等 蔬菜有白菜 韭菜 芹菜 生菜 冬瓜 南瓜 丝瓜 卷心菜等 肾病患者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还能增强免疫力 三少摄入植物性蛋白 人体对植物蛋白的消化吸收利用率较低 进食后 人体产生的代谢废物增多 会加重肾脏负担 使病情恶化 患者要少吃花生 大豆 玉米 蘑菇 木耳等 富含植物蛋白丰富的食物 此对于肾功能已经不全的患者来说 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 因为蛋白质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不利于肾脏疾病的控制 五含甲膏的食物 要少吃 蘑菇 土豆 海带 西瓜 香蕉 等含甲量高的食物 不能多吃 因为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食用 大量含甲膏的食物或饮料 可能引起心脏出现危险 简单而言 肾病患者的饮食 就是要讲究清淡 少饮少油 不能大鱼大肉